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听英文的时候 都是听一个一个的单字 而却不是听一整句话 有上下文的理解 所以碰到英文很多字听起来相似的时候 就会觉得非常的困惑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个single single就是单身的或者是房间的单人房 可是这个声音跟这个think of 似乎有一点像 所以你听到的到底是single还是single 你真的是搞不清楚 所以你的英文听起来都是迷迷糊糊的 比如说现在请来听一下 你到底是听到的是think of 就是想到的那个字 还是single单身的那个字呢 你听一下 各位朋友 是不是好像听到single的感觉 所以single在这里面单身的 可是你听到的不是整句话 所以你完全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分析它一下 我们说每一句英文都含有声音 加上一个思考 这个思考就是一二三加四 所以你现在听 如果是听到整个句子 你就会用一二三加四来判断 它到底是说动词的想到呢 还是说那个单身的single 你现在来判断一下 you就是主词 single在这里是动词 放在二的位置 然后再加上三 of the chinese 所以一二三加上后面的四 我们把它划线出来 这样子听 single还是single 放在动词的位置 因为刚才他说 you first single single放在you的后面 当然是动词了 所以跟single绝对没有关系 这句话意思是说 你先想到这个中文 什么中文呢 后面翻译前面 you want to say 你想要说的中文 所以这句话叫做 you first think of the chinese you want to say 可是因为英文联音的关系 这个of听得不清不楚 所以你就会觉得 think of会变成了single 你再听一下 you first think of the chinese you want to say 好 是不是现在 你会发觉 他根本就不是single 可是你为什么当初听的时候 会觉得他是single呢 这就是各位的老毛病了 你在听英文的时候 不是听整个句子 你没有整个英文的思考架构 你只有单字的基础 因为你们从小到大 都是一个一个单字背起来的 所以一个单字听不懂 你整句话就会乱掉了 现在为了加强你的听力 除了加强你的声音之外 你要学着跟着念之外 一定要有这123加4的架构 也就是说 这两个基础 你先奠定好了 你再来做听的运用 就会轻松多了 我们把整句话再看一下 You first think of the Chinese you want to say 先想到你想要说的中文 and 而且呢 you arrange 你安排 the words 这些中文的字 in an order 找一个顺序 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呢 of 1 2 3 plus 4 123加4 then 然后呢 you speak it out 你就把它说出来 and you speak the English 你就可以说出不错的 想到好的英文了 You first think of the Chinese you want to say and you arrange the words in an order of 1 and 2 3rds plus 4 then you speak it out and you speak good English You first think of the Chinese you want to say and you arrange the words in an order of 1 and 2 3rds plus 4 then you speak it out and you speak good English 好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听整个句子 有一个文法架构的安排 123加4 single of是动词 就不可能听成single 这么奇怪的感觉了 我们也两只好习惯 自己念诵 越念越熟 越念越快 you first think of the Chinese you want to say 你说出来越来越像人家说的 你就越来越能够掌控 人家的声音 and you arrange the words in an order of 1 to 3 plus 4 then you speak it out and you speak good English you want to say